8月已经进行了一多半了 夏天也正式的接近尾声了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打算开始自己的增肌之旅 如果咱们有之前进行减脂的小伙伴 可能现在会想 饿了这么久 现在终于可以放开了吃了 或者有小伙伴说 终于不用再做枯燥乏味的有氧运动了 但是事实真的是那样吗 实际上相对于减脂期来说 增肌期更加考验一个人的自律能力 以及你整体的健身计划是否合理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将回忆我从看开始健身到现在 个人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 增肌期我犯过哪些愚蠢错误 从而让大家有一个借鉴 少走一些弯路 那咱们话不多说 3 2 1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可能有些小伙伴刚刚开始关注我 会说你还没开始增肌 你怎么现在开始谈增肌了呢 所以在这里面 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我的个人经历 这张图片呢 实际上是我七年前 刚刚开始健身时候的一张照片 而且当时呢 我已经练了有几个月了 我的1米88当时呢 只有68公斤 然后这张照片呢 是我五年以后 我记得非常清楚 是我参加第二次健体比赛之前的一张照片 当时是86公斤 所以就像大家看到的 尽管时间非常非常的漫长 而且也许我这个状态呢只是别人的起点 但是相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有了大概16到18公斤左右的增长 但是咱们再话说回来 前几年的时间真的感觉自己是在交学费 白白的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 如果时间能倒流的话 我绝对不会浪费那么长的时间 才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现在回想起来 让我第一个有那种 啊 就是我认为增肌是在训练中进行的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很基础 但是这是第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错误 因为我当时觉得练肌肉练肌肉 那肌肉是练出来的呀 在这种思想状态下 当时我进行了很多现在难以理解的训练 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Rich Piana Good morning God damn it 他有一个8小时的手臂训练 我当时就尝试过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直到我开始健身一年多以后呢 我自己的健身知识有一点增长 然后开始查有一些资料 我才渐渐的了解到 其实训练呢只是一个破坏你肌肉纤维的一个过程 真正增长肌肉呢 还是在咱们补充以及恢复当中进行的 当我真正的理解这点之后呢 我才开始真正的重视饮食和恢复 所以在这里面我想提醒大家 训练虽然非常有意思 但是饮食和恢复也非常重要 甚至是更重要 可能你身边总有这么一两个人 非常非常的招仇恨 他们认为自己是那种怎么吃都不胖的类型 我刚开始健身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想法 可能对于有些小伙伴来说 怎么吃都不胖岂不是很幸福吗 但如果你真是我们这类人的话 你就会体会到 每次都吃到兔 结果体重称上一点变化都没有 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钱 但是同样的经过一两年的健身经验积累呢 我发现其实大部分认为 自己怎么吃都不胖的人 往往都是没有计算自己的宏观摄入量 你可能会发现 每次他跟别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吃的比任何人都多 但是有时候一天只吃两三顿 或者每天吃的顿数都不一样 总而言之就是 每一顿都吃的很撑很饱很辛苦 但是缺少一个总体宏观摄入量的概念 最终造成的感觉就是 自己怎么吃都不胖 而且这里面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有些人尽管吃够了 按公式计算出来的摄入量 但是因为自己的消化吸收系统不好 或者自己平时的生活方式 或者工作本身消耗的卡路里就比较多 你比如说你经常会打篮球啊 为了增肌和增重 可能你首先需要解决 这一部分因素对你造成的影响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这类人群的话 首先你要了解的是 不管你现在有多瘦 不管你的新陈代谢有多快 任何人都是可以增肌和增重的 只不过你需要吃够 每天比你消耗量更多的食物才行 每天进行一个饮食的跟踪 当大家自己增肌了一段时间 但完全看不到变化的时候 往往都会想到用一些外来的东西 比如增肌粉 我当时也是一样的 还记得当时我买了一个市面上 能够买到最大的 22磅状的增肌粉 我大概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把它全喝完了 没事的时候就一直喝一直喝 两个月结束之后呢 我发现体重确实上升了不少 但是都长肚子上了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也可以理解 因为增肌粉这个名字 听起来就感觉喝了就能增肌 我当时买增肌粉的原因也是因为 当时吃的实在是太难受了 我需要一个东西 能够让我涉及到足够的营养 给我足够的卡路里 同时又能节省时间 可能我使用的方法不对 但是总体来说 我感觉效果是不太理想的 它的作用相比于增肌 最基本的那些东西 训练饮食恢复呢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如果大家目标是增肌 而不是简单的增重的话 增肌粉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提到增肌粉呢 就不得不说我犯的另一个错误 可能我以前提到过这段经历 我经历了将近半年的脏增肌 也就是咱们说的 dirty bulking 因为我当时每天做饭啊 增肌 吃得很辛苦 但是没有很明显的效果 然后在我朋友的怂恿之下 我就开始下定决心 要放飞自我 就是每天随便吃 也不计算摄出量 基本上就是吃光眼前能看到的所有东西 结果半年以后呢 我变成了这样 给大家举两个当时我干出来的事 大家都知道牛奶既有脂肪 又有碳水又有蛋白质 我看网上有人说牛奶是非常好的代餐 所以当时呢 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喝1.5升的牛奶 但是又因为我个人有一点点乳糖不耐症 我经常会拉肚子 所以呢 我是边喝牛奶 边吃那个对抗乳糖不耐症的药 有点恶心啊 所以结果就是每天边喝边排 边喝边排 一个月之后呢 发现没有变化 所以那招我就不用了 画面感是不是很强 第二招是我当时用了很久的一招 就是每天除了吃自己规定的四餐之外呢 每天晚上睡觉前吃一个2000卡的披萨 原因很简单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是垃圾食品的天堂 披萨非常非常便宜 同时呢 也有非常高的卡路里 所以每天晚上2000卡的披萨 吃了两个多月 最终吃到大概103公斤 也就220多磅 实在是吃不上去了 尽管最后减完呢 我发现比之前是增了一点点肌肉 但是完全没有必要花那么长时间 都那么大的圈子 所以从我个人的经验而言 我非常不推荐大家走这样的方法 除非呢 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看 咱们之前说了很多关于饮食方面的问题 那现在咱们说一下 在增肌过程中 我印象最新的训练错误 那就是我一直都忽略了离心收缩的作用 就是还拿咱们的二头弯举作为例子吧 当你在做二头弯举的时候 我一开始呢 往往都会是这么做 就是甩 尤其是一上来的时候 但是呢其实当你在做这个甩上来以后 这种离心收缩的时候 也是非常好帮助你破坏肌肉的一个好机会 其实不光是咱们的手臂训练了 身上的任何一块肌肉 离心收缩呢都是经常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部分 那为什么说离心收缩很重要呢 因为根据咱们的科学而言 现在有三种方式可以帮助你增肌 第一种呢就是力学张力 也就是尽可能做大重量做到力竭 第二个呢是代谢压力 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那种笨感 那种胖 第三个呢就是肌肉破坏 muscle damage 就是说你尽可能要破坏你的肌肉纤维 它再恢复呢你的肌肉纤维会变得更粗 因为咱们的离心收缩可以承受 比你主动收缩更大的重量 所以在离心收缩的过程中 它是很好的给你肌肉施加 力学张力 以及肌肉破坏的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在训练的过程中 千万不要只以为甩上一两个就可以了 而是真正要控制你下落的过程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很好的刺激你肌肉的机会 除了咱们的训练 休息饮食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是大家咱们看不到 但是对于增肌也是至关重要的 那就是咱们的荷尔蒙水平 尤其是咱们的男性荷尔蒙 如果你希望在不介入药物 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高的男性荷尔蒙水平的话 你就需要摄入足够的高质量的脂肪 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 根据调查研究表明的 如果一个人每天睡五个小时左右 那么你的男性荷尔蒙会下降10%到15% 听起来好可怕 可能大家已经知道了 上次我的增肌失败呢 主要就是因为睡眠的严重不足以及不规律导致的 所以各位为了保持一个比较高的荷尔蒙水平 同时为了更好的增肌的话 一定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 当然了我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以上这六点呢就是在我增肌过程中 亲身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一些小问题 如果大家能从里面吸取一些经验教训 或者是你正在经历的问题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关注 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同时你没有关于增肌的任何问题 是这个视频里面有提到的呢 也可以发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们哦 如果你这个问题正好也是别人的问题 我会专门抽机会给大家解答一下 好吧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